心情不爽的時候 你會想要幹什麼 那我曾經想過飆車應該會很過癮 只不過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快寶寶 才不會跟人家去飆車呢 或許應該來玩一下這款極限狂飆2 在遊戲中飆飆車過過改憶也是很不賴的啦 咱們去飆車吧 GO 在一年多以前 Ubisoft公司宣布了 Mania Plate計劃 預計會陸續公布三款新作品 而在今年的一三展 Ubisoft也於發表會中 公布了賽車遊戲系列新作 極限狂飆2 距離第一作已經長達了8年的時間 極限狂飆2將會展現出 比前作更加亮眼的遊戲畫面 玩家必須在賽道上找出最佳的攻略法 以及大膽的使用飛車策略挑戰高難度的彎道 來爭取更好的成績 而本作也會支援獨立的ManiaPlate平台 玩家可以輕易的連結這個平台 分享自己最佳的賽事時間紀錄 並且與其他競速高手一決高下